这次宜兰美术馆开馆就推出了王攀元特展 而高龄107岁的他也坐了轮椅来出席 过程中大多都是闭目养神 也引来网友批评 心疼他人不舒服 还硬被安排来出席这场活动 不过文化局解释 这是经过家属同意 主要要是原王老的心愿 高龄107岁的县级仁瑞画家王攀元 昨天坐着轮椅出席宜兰美术馆开幕 但因为体力关系 王老闭眼休息与大家合照 画面一波出却引起负面观感 不少网友认为这根本是折腾老人家